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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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boss崛起的新势力 Merry Christmas 看本周放到盡多个愿望 一次满足的超梦幻圣诞特辑 这种动漫角色告诉你 晚饭圣诞节的小秘密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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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介紹的是 Honey 親愛的第一集 奈迅他在雨中發現了一個 倒地不齊的不良少年喔 但因為奈迅他比較膽小一點 所以他只留下OK棒還有雨傘 他就先離開了 結果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他們竟然在升高中的時候 又偶然的遇見了 這個時候奈迅就非常害怕 他很害怕這個不良少年 有找他尋仇還是什麼的 結果沒有想到 他竟然聽到的第一句話是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Liar Game 詐欺遊戲第十六集 在錯綜複雜的交涉協議 還有心理戰中 秋山他虎視眈眈 等待著扭轉乾坤的機會 然而中文族的頭腦人物牧村 他為了取得完全的勝利 而祭出了一連串的奇招 究竟秋山口中這個遊戲的本質 會是什麼呢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死靈附身第四集最終回 在平民窟裡面 有住著一個可以讓死者 復活的死靈法師 而人們為了想要再看見 死去的重要的人 就造訪了這個死靈法師的家裡 這些人到底是 在靜止的時間裡面 思念的什麼 又抵抗的什麼呢 最後要介紹的是 雅劉美的學習帳第一集 十六年來一直以為自己是 正常少女的雅劉美 其實是她那身為天才科學家的哥哥 所製造出來的機器人少女 沒錯 風波不斷 笑料不斷的 日常戀愛喜劇 就此正口 以上就是本週的新書發行資訊啦 好累喔 米露先生 你還沒有跟我們的聖誕老公公 去送禮物 怎麼就累成這樣啊 拜託姐 我常常一隻米露 身處在這個雅劑袋國家一夜 算是很辛苦的耶 我跟你說 好 其實米就是她剛剛跳舞跳到現在 覺得很喘啦 人家一年的跳一次而已 你有必要這麼糾結嗎 好 不要鬧啦 不過既然說到米露了 妳知道嗎 米露它在中國是被稱為什麼呢 我當然知道啊 大家看看我們的麥克 連長得像麻 頭上的長得像是鹿 那尾巴上的黑毛像是驢子 所以在中國就叫做自不像喔 沒有錯 就是啊 在風神演藝裡面 江太公 江子牙的做起四不像喔 你騙我喔 風神演藝裡面那個四不像 明明就是魯魯咪啊 什麼魯魯咪 你說江太公他做在那個魯魯咪上面 對啊 什麼啦 你這動畫看太多啊 魯魯咪啊 還有那個什麼四不像啊 還有米露啊 傻傻分不清楚耶你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哪些動畫發行資訊 來繼續搗亂你啊 真的看 今天要介紹的是 保持寵物甜點王國五大公主 滴滴滴 露比一行人為了替瑪娜公主 慶祝生日而朝著甜點王國出發 沒有想到突然從天而降一顆大軟糖 裡面還出現了一名不曾見過的 甜點寵物小男孩 他們為小男孩取名為巴庫 而且還和巴庫成為了好朋友 但是巴庫身上其實存在著一個 驚人的秘密 以上就是本週的動畫發行資訊啦 接下來就是 雪花水風漂 露在奔跑 露在奔跑 遊戲好單元 馬上進行第一棒 魯邦三世真人電影版選角確定 預計在明年的暑假上映囉 功德界魯邦三世 本來預計在三年前 就要開拍真人版電影了 但經過大規模的選角跟更動之後 終於演員名單出爐啦 不過主角都是一直都沒有換喔 因為小力巡之前就有公開表示 她理想中的伴侶類型 就是瘋不二子 所以一開始就已經確定 又有小力巡來飾演魯邦三世了 剛剛妳說的是女主角瘋不二子 正是讓劇組最頭痛 也最覺得難產的一個角色啊 可是她現在已經選到了 黑木梅莎來擔崗喔 而次元大界的部分呢 是由玉山鐵二來演出 還有五右衛門呢 是由林野剛來飾演喔 這一次電影讓大家 非常驚喜的地方啊 在於她們除了選用韓國演員之外 我們的原成性 也會飾演電影中原創的反派角色喔 太讚了 電影呢在十一月的時候 已經於泰國開拍了 接下來也會到菲律賓 新加坡 還有香港取景 所以明年的暑假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喔 好的 接下來是動漫博貝亞第二包 2013網路流行雨大賞 及動畫流行雨大賞 結果出爐囉 上週我們有稍稍提過 今年的流行雨大賞 有許多動漫用語上榜嘛 是的 但其實呢 是因為也同步票選了 動畫流行雨大賞的原因 而今年的動畫流行雨大賞 得到驚賞的是 悠悠哉哉哉少女日和的女主角 宮內蓮華她每次打招呼 都會說的這句話 好可愛喔 而贏賞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上禮拜已經說過了 就是由近期的巨人艾倫 她常常說的名台詞喔 對 童賞的部分呢 就是呢 她說的這句話 我只會有自由事 你說這三句是不是太經典了 哇 以讓人印象深刻 還有作品的熱門程度來說啊 這三句台詞真的是得獎得得實至名歸啊 沒錯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動漫爆發仔第三報是什麼呢 PESIF企劃魔法少女大戰動畫呢 將在明年的春季首播喔 知名的作畫社群網站 PESIF在2012年的時候 推出了大型的投稿企劃 魔法少女大戰喔 而且也宣布了 要動畫化的消息 是由知名的動畫公司 Gainax製作呢 這個大型的投稿企劃啊 目擊的主題呢 是將日本四十七個 多道府縣擬人畫喔 所以作品啊 就要呈現當地的風俗民情啊 還有文化特色等等呢 本來主辦單位啊 他只是要增稿四十七件而已 但實在是太多 畫得太好的這些作品喔 都來投稿了 所以啊最後 沒想到喔 剛才你說啊 要以日本的多道府縣為主題嘛 但是台灣有兩位參賽者喔 畫出了台灣地區的魔法少女去投稿 竟然啊 都入選了耶 太恭喜他們了 希望有一天啊 可以在動畫裡面 看到他們登場喔 是的 那請問我們的明露先生喔 怎麼了 我們今天的Anime on 要看什麼喔 今天要帶大家體驗一下 要帶大家去法國看展覽啦 那現在我們趕快打開 熱情的東馬開關 Anime on